林永健女儿不得了,登上美国时尚杂志,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美,当我们说起贾成语的话,可能有很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或者是把他认错了,甚至有不少的网友,都说,是不是说错了是华成语吧? 其实不是真的就是贾成语了,但是当我们说起林永健老师的话,肯定有不少的网友,认识了很多的网友,都问了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他们两个人长得真的是超级的像呀,就连没有介老师的亲儿子都没有他这么像林永健老师,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简直就像是复制粘贴过来的。 而现在的贾成语呢只有19岁,所以说网上有不少的网友,都调侃,她是林永健的亲女儿。 其实我们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不管是从哪一个方面比的话,真的就像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了,但是他们两个人却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现在虽然说贾成语只有19岁,但已经是国际上面非常有名的超模了,并且她的形象真的是非常受西方人的喜欢。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眼中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长相并不是特别的好看的,可以用很一般来形容了。 其实当我们说是,她这个模样当模特的话,应该没有几个人心吧? 但是她不仅当了模特,并且还十分的受欢迎呢,其实,这也就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吧。 就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呢,年龄刚刚满19岁的贾成语,也是登上了美国的时尚杂志封面,并且一口气拿下了八个单元,真的是十分的了不得呢。 很多的网友都说这位我们中国长脸,其实她才17岁的时候,也是因为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才去当了模特。 但是,从此之后她的道路却是十分的顺利,不管是个人魅力方面,还是具有特色的,年代都是十分有辨识度的。 不少的网友都说这难道,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美吗? 还有不少的网友觉得她真的可能会成为我们中国的第二个旅艳,这样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吧,而且她自己还登上过美国的时尚杂志的封面。 并且还拿下了国企的大品牌,并且一次还是八个,可以说她真的是非常受那些外国人的喜欢了。 其实这样的她真的是十分的厉害了,而像他们的这种长相,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根本就不算美女,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她才会可以凭借着自己的长相去吸引那一些的外国人,而外国人都会觉得这是我们中国独特的美丽。 其实我们抛开她的脸蛋不说的话,她的身材真的是非常的好了,可以说是最佳的身材比例了。 修长的大长腿,再配上几厘米的高跟鞋,那简直就是完美了。 其实很多人都说长相跟优秀的身材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林永建女儿不得了,登上《内国时尚》杂志,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美。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